现在这代人应该是不太了解什么叫掉房子了 即便是在老良旧上面 那每天为房子的事情打官司扯皮的 聊来聊去说来说去 也不会说到本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常见的这个掉房子的事情 很难追溯到那一天 但是掉房子这个事 确确实实在历史上出现过 在房屋不能买卖 没有商品房的时代 上海人想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 或者说为了方便上下班就学等等 除了等单位的分房之外 只能通过调房来实现 而在1984年的上海房屋交换会开幕式上 我们可以看到上万名调房者 在文化广场齐聚一堂 想一想都是挺厉害的 那当时出席的市民有一万二千人 开出调房试看单的有四千三百二十三对 要求公司房调换的有一百户 也不知道那些当时调了房 三五成群调了房的人 今天想回想起来 会不会觉得挺吃亏的 或者觉得赚了很多呢 这些事情已经太久远了 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大家的居住条件能够更好 而不是更忧虑于房价的不断上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